你们俩刚才遇到什么喜事了 在那儿一杯接一杯地干的 你们下了班不回家来到这儿 是不是也遇到什么大喜事了 也不算大 不过还是够亲和的啊 我们可是大喜事 邵飞挣了笔钱 所以请我来这儿 那可不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啊 邵飞给一家公司搞了一个创作文案 挣了三千块 好 来 那我们为你庆贺 既然今天是马先生的好日子 我们是应该庆贺庆贺 来 喝酒 来 包包 来了 来了 谁呀 呦 林老师 李师傅 请进 请进 林老师 有事吗 没事 我是来找小林的 小林在家吗 她出去了 这天都快黑了 她去哪儿吧 她 她去买菜了 李师傅 别忙了 我这买了两条鱼 我这买了两条鱼 把这鱼做了吧 这 那 那就谢谢吧 小林才这么点大就快买菜了 林老师 全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嘛 可小林还小 需要别人照顾 最近小林的学习成绩有些下降 家庭作业也做得不好 怎么不说话呀 不高兴吗 说什么 说股票还是说江家 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和江家扯在了一起 所以今天我们破破规矩 就说江家 要说江家 我是最权威的发言人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能和江大小姐结婚 用不着打工 也用不着炒股 你就能得到江家一半的财产 可是我不会和她结婚 不会吗 不会 其实我知道你不会 所以命中注定 我会和你有一番 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 你误会了 我不会是你的麻烦 你也误会了 我不仅知道 你不会和江梅结婚 我还知道 你也不会和我这样的女人结婚 因为我和江梅 都曾经是别人的女人 你从她情人手里 弄到中泰最高商业机密 又从她女儿手里 弄到资金 不对 因为这次行动的目标 是我们俩共同商定 你的情报和江梅的资金不过是手段 为实现目标 我不排斥任何手段 你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段 我有胆量为成功付出任何代价 当然 我也考虑过你的处见 考虑过如何由我个人来承担责任 可是我们目前面对的不是责任 而是一笔很可观的收益 所以我说 这次行为是我们俩共同的 其实你完全可以把我甩掉 去和江梅合伙 不 我和江梅就是借钱和还钱的关系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 我在江梅那儿借的不是一百万 而是五百万 五百万 五百万 其中有江梅一份 尽管借钱对她来说无所谓 但我答应过她 剩下的 就非常保守地按百分之三十的收益算 下一个周 我们俩加在一起 就是一个百万富翁 和我加在一起 对 因为这是我们俩的第一统计 苏玛 从我第一次走进你的办公室 我就认定你是我事业上的合伙人 你是农民出身 应该懂得哪一类的播种收获更大 我不愿意把婚姻和事业搅和在一起 我也不相信 婚姻能让我得到江家的帝国 就算信 我也不愿意坐享其成 我要成功 更要享受大天下的乐趣和艰苦 你无论的 李师傅 小林怎么还没回来啊 林老师 您就先回去吧 您就别为他操心了 这孩子她懂事 懂事就不用操心了 她到底是去哪儿买菜了 不远 就在附近 李师傅 你不会是让小玲去捡菜叶子了吧 林老师 您就别管了 就是捡菜叶子 也没什么 小玲妈妈在的时候 我们 很少花钱买菜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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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师 跟我走 你有毛病啊 差一半就走啊 李师傅 你就是这么对待李小玲的董事的吗 你这是怎么当爸爸的 要是这样 你不如回老家 就算回家种地 也比待在这儿强了 林老师 如果要是能比现在强 谁还背井离枪出来打工啊 我们从四十多岁以下的男人 没有一个在家种片呢 全都出来打工了 就是我运气不好 没拿到工钱 可不管你有多大的难处 你都不能让李小玲来承担 好 这二百元可不可以买回李小玲的学习时间 不 林老师 这钱我不能用 我 我也是个男人 小玲出去擦皮鞋 都是他们逼的 我 我要去找他们 李师傅 不管怪谁 你都不能让一个十岁的小孩去擦皮鞋 不仅法律上不允许 就算你这当父母的 就能痛得过 不是爸爸让我去的 是我自己去的 我看见一个擦皮鞋的小哥哥 他也比我大不了多少 也能帮家里做点事 不是 小玲 你要知道 现在你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好好读书 我一定好好学习 林老师 我一定认真听你讲课 好好做家庭作业 小玲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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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son лед鞋 他 阿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不好意思 也有事情麻烦你 不用不用 明天吧 明天 您要有时间 能来学校一趟吗 夏琪 早上好 这么早啊 我有事出去一下 待会儿老板来了 帮我担待一下啊 遇到喜事了吧 马上飞荣光灌发呀 早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决策太伟大了 红星涨停了 不是说九点半才开盘吗 这叫集合净价 可以在开盘前十分钟 把自己的买卖价打进去 你看 上周五 红星的收盘价是五元二角 现在的成交价是五元七角二分 你看 卖单是零 可买单上挂了八万多手 你上一个交易日 买进了一百万股 如果现在抛出就可以赚五十三万 再加上买入当天赚了十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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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大家好 我叫陈文玉 林老师说你们的作文都写得很好 所以今天我也很高兴 和大家一起来上这堂作文课 上一次我们给大家布置的题目是 我的爸爸妈妈 很多同学写的都非常真实动人 所以今天老师挑出几篇 一会儿有同学们给陈老师读一读 其他的同学也要认真听 向他们学习 好 沈敏华 黄永梅 杨年娇 李晓菱 罗友谷 好 现在开始 爸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他去送烧饼 送完烧饼就要赶紧回家烤烧饼 他们手不停 绞不住地干活 每当我爸爸妈妈坐得满头大汗时 我真想说一句 爸爸妈妈 你们真是太辛苦了 到了冬天 天气很冷 爸爸登着三轮车 拉着蔬菜去卖 爸爸带着我 我坐在车上都很冷 爸爸坐在前面一定更冷 我长大以后 一定要让爸爸过上好日子 妈妈 老师 你们小时候穷吗 母亲 你倒下来 老师 你才想吃 妈妈 老师 你还会有个小孩 怎么这么做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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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吃一个小孩 更没有钱买月饼 买肉 可是爸爸妈妈再苦 还是会把我的学费凑够 让我从小学读到高中 所以老师小时候学习 非常用功 同学们 我是在城市长大的 小时候没有经历过同学们 作文当中所描写的艰苦生活 所以你们的作文 也让我懂得了很多 你们也都写得很好 写出了爸爸妈妈的艰辛 也写出了你们自己的内心感受 而且你们小小年纪 也都非常地懂事 懂得生活的艰难 懂得去心疼爸爸妈妈 懂得对整个家庭负责 也懂得分发向上 所以在这儿 我也应该向同学们致敬 从这一点上讲 同学们 你们真的比城市的孩子 要富有很多 你们真的比城市的孩子要富有很多 你们真的比城市的孩子要富有很多 还给我打电话 林老师一定有重要的事 所以赶紧过来了 对不起 我不应该那么匆忙给你打电话的 真是不好意思啊 到底是什么事啊 昨天晚上 我在大街上看到我的学生 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在给人家擦皮鞋 现在有很多大人 把孩子弄得可怜兮兮的样子 出来骗钱 什么卖花的 卖唱的 要饭的 什么都有 其实他们未必是真穷 不 就是因为他们家里太穷 他的父母 才会早早地把他们弄到城里来谋生 才会被一些坏人利用的 我的那个学生更可怜 他的父亲讨不到工资 他的母亲有病在乡下 只有他们父女俩留在江城 当然 真正的穷人也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帮不过来 是啊 我们是帮不过来 所以 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 昨天晚上 我才第一次产生了那样的念头 我想 要是我能找到我的生父 而他 又正好是个有钱人 那就好了 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好消息 那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为什么要喝酒呢 知道 知道 知道的 截止今天三点收盘 你的红星掌听板没有打开 这就意味着仅仅今天一天 你的个人资产就增加了将近一个亿 这在意料之中了 上一周我们不是亲和过了吗 那么 你是想让我单独为你亲和一次 不 不是为了我 是我要向你致谢 请 孙大 三年来 你每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 都会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 你知道吗 三年前的今天 你是第一次走进这间办公室 三年前的今天 是你走进中泰的三周年啊 我看刚才想到 好甜蜜呀 所以我要感谢三年前的今天 如果没有这一天 我真的不能够想象 我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别这么说 我销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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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我们为三年前的今天干杯 来 林老师 听了你刚才的故事 我真的非常希望 你要找到父亲是一个有钱人 不是我太世俗 而是今天的社会 金钱上的成功 往往能证明一个人的价值 从你这方面来讲 能有一个有钱的父亲 比什么都重要 林老师 如果你是为这件事来找我 我很愿意笑容 不了 陆先生 我真的不能再麻烦你了 我是真心希望能帮你 再说 我今天来也有事要林老师帮忙 如果有什么事情我能帮上忙 那我一定会努力的 可是 我要先为林老师做点事 我要先帮你找到你的父亲 其实 昨天晚上我是一时冲动 今天早上一觉醒来 就觉得自己的想法非常可笑了 这世上的事是很难说的 我听你们王校长说 你的生生父亲是个处级干部 请快点告诉我你父亲的名字 我一定能帮你找到他 让我们为三年前的今天干杯 有了那天 钟泰才有了苏曼 我们才有了今天 可是我们的今天 有什么呢 这还要问吗 有呢 苏曼 你今天好像有点不高兴了 没有啊 你做了上市公司的老板 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好吧 要是为了这个 我们是应该喝一杯 这就是 就让他们降低了 就是 你做了 那我好想吃 你当是 你做那些东西 你做啥也会 你做啥也 mahdoll 你做啥也要做啥也 那就把啥也搐给你 你做啥也会 除啥也要不要 终于收盘了 现在这六十三万 可以安安稳稳地落到你的账上了 明天如果红薪不跌的话 不会跌 明天的本金就是五百三十万加六十三万 明天的收益就要用五百九十三万的基数计算了 少飞 祝贺你 不光是我 还有你 还有我的那位朋友 否则 我也不会走进你的大护士 一想到这件事还关系到另一个人 好扫兴啊 说不定 此刻正在某个地方期待着的那个人 是一个女人 少飞 那个人是谁 宋满 这里边十五万块钱 你看着给自己买点什么 另外 中秋节快到了 应该给你的父亲母亲寄点钱回去 是奖金呢 那 还是因为我参加了红薪的收购 给我的分成 宋满 我从来就不拿钱来和你分成 如果你想分 那就分我的心 那你的心 要分成八板才够 那你的心 我要你爹那颗 破碎的心做什么 宋满 好了好了 这五万块钱我收下了 你那八分之一的心 我也收起来了 而且 我还是要谢谢你 宋满 我知道你现在对什么都无所谓 你对我给你的一切 越来越不在乎 对我的事业 也越来越不当回事 可是我早就说过 只要一走进中台 江云谱完全水溯满 但是只要走出中台的大门 江云谱就属于王洪 属于江美 甚至还可能属于 属于此刻在哪个地方 正等待着的某个女人 刚才 在课堂上 我的学生在讨论贫穷时 没有一个想依靠别人 没有一个想象过自己 能有个有钱的爸爸 相反 他们都说要发愤 要让自己的爸爸妈妈 过上好日子 所以我就更觉得自己的想法 很惭愧了 我想 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 就是踏踏实实地上好课 教育他们 但是踏踏实实学习 踏踏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人是对的 可如果没钱 做人是不会踏实的 对你的学生来说 有了经济基础 他们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你母亲不是后悔 没有让你早一点找到 你的生生父亲吗 快告诉我 你们家原来的住址 我们家 你父亲的家 你父亲的家 没有住址 他只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 让我看看那封信好吗 这儿应该是老地址 可他的居民早就搬迁了 现在那儿是一大片的城市绿地 是啊 王校长去过 他也说那里只有公路和绿地 没有人家居住了 没关系的 林老师 你告诉我你父亲的名字 我可以到当地派出所去查一查 真的不必了 陆先生 不用了 谢谢你 陆先生 这样吧 你跟我谈谈你要让我帮什么忙 看看我可不可以帮得上 我想让你到江小姐那儿帮我说几句话 你知道的 她是我的未婚妻 最近我们之间有了点误会 我 我该说什么呀 为什么你自己不去解释呢 因为这件事涉及到马少飞 而马先生本来是喜欢林小姐的 你别开玩笑了 怎么把我给扯进去了 我没有开玩笑 我跟你慢慢说吧 我和姜梅是中学同学 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她了 我比她高三个年级 那个时候她上初三 才十六岁 可是 已经有男同学为她打架了 姜梅对我很好 那时候我到外地去上大学 她给我买了一张机票 还把我送到了机场 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我生命中的很多的第一次 都是她给的 第一次问一个姑娘 第一次问一个姑娘 第一次和女人 有了那种关系 姜梅是真爱我的 后来她还计划 让我跟她一起到美国留学 要不是她的父亲 反对她过早谈婚论嫁 我们早就结婚了 后来 马绍飞到江城来找工作 你知道的 她是我的大学同学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也很愿意为你做点什么 可是 我不知道 我该怎么和江小姐谈 林老师 在你帮我之前 我一定要先为你做点事 我一定能帮你找到 你的生生父亲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别怕林老师 你迟早会面对这一天吧 告诉我 她叫什么名字啊 姜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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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照片上的人 怎么会是江城人呢 你说 那个时代人的穿着好吐气 我会去找江小姐谈谈的 我只是不知道 我的话 江小姐能不能听得进去 算了 游他们去吧 感情的事 是勉强不得的 虽说我和马超飞是同学 可我对他的了解 只是很表面的 他是一个 城府很深的人 不像我 有什么就说什么 其实 但是我今天只是想向林小姐倾诉倾诉 真的我特别想 因为 林小姐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人 陆先生 没关系的 如果我找江小姐谈能有用的话 我会去的 江梅那边 我会自己去解释 我会自己去解释 如果她真要和马超飞好 我也不会勉强 因为我爱她 就希望她幸福 我宁愿我自己痛苦 我 林小姐 我非常痛苦 因为 我是一个非常看重感情的人 我能理解 陆先生 我知道你能理解 所以才找你倾诉 林小姐 我希望 你能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 一个最好的朋友 我会的 能和林小姐这么 这么一个心灵美好的人交朋友 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感到心里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感动 今天该发工资了 不知道能不能拿到手啊 我看比较难 这两天啊 王校长见人总是笑眯眯的 我想工资又没戏了 我也察觉到了 只要他手里没钱呐 待人态度就和善 他能给你发钱的时候啊 就能数落你半天 就想给你天大的施舍 我倒没觉得 校长对你当然要好了 你们是同乡 还有啊 你来了多少还招应了那么多人 对咱们学校的关心 秀枝 说一说你相中哪一位了 马先生他为人仗义 但是个穷人 陆先生聪明能干 还是个地道的成立人 还有个等待分配的研究生 陈老师呢 小枝啊 干脆分配给你算了 你们可别乱说 他同我谈的都是正经事 也是关于咱们这种学校 发展前途的事 要是等咱们的学校 发展得像模像样 我们的学生啊 我们的学生啊 都变成农民工了 累了 我们上去吧 我快要求求 emanet 比方敢要做 を刚好 像水 第三者 在重量 ドン 没 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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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这还不错吧 江小姐 您的电话 是一位先生 谢谢 喂 小飞吗 你怎么知道赵的电话 妹妹 我知道我错了 可是我忘不了这些年的赵赵细细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 我知道你不想听 你知道 你还打电话给我干嘛 我 我只想推心致富地和你谈一谈 我没有时间 我就是有时间 我也没有心情听你说这些 你别逼我 你是在威胁我吗 是求你 妹妹 我求你 别这么无情无义 别把我逼到绝路上去 别把我逼到绝路上去 再给我一点机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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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會更難 也許 確實幸福 轉彎 別說要去哪裡 是否會抓 前面的路 心會孤單 別吻吻地承受 恢復好轉 後果實話 誰在相伴 我蔓延 是搖搖的期待 你滿身是歲月的塵埃 我渴望雨滴纏綿 你喜歡大雨 瀰漫 傷不起的青春 未來呼喚 我渴望雨滴纏綿 與你流行 中文字幕彥琴 中文字幕彥璀